现在把做短线的看盘方法总结后 介绍给大家 需要说明的是 一 这些方法只是对前人的理论进行了实践 并且在实践中多次得到了证实 二 以下的看盘方法可能不是每一个都使用 也不是有了这些方法 就能保证你只赚不亏 希望大家举一番三 一 每个板块都有自己的领头者 看见领头的洞了 就马上看第二个以后的股票 如看到天大天才就要想到 轻垮同方和东大阿派 二 密切关注成交量 成交量小时分不买 成交量在低位放大时全部买 成交量在高位放大时全部买 三 回档缩量时买进 回档量增买出 一般来说 回档量增在主力出货时 第二天会高开 高盘价大于第一天的收盘价 或开盘不久会高过昨天的收盘价 跳空缺口也可能出现 但这样更不好出货 四 RSI在低位徘徊三次时买入 在 RSI小于10时买 在 RSI高于85时买卖出 RSI在高位徘徊三次时买出 股价创新高 RSI不能创新高一定要买出 KDJ可以做参考 但主力经常在尾市拉高达到片线的目的 专整技术人士 故一定不能只相信KDJ 在短线中 W200分号指标很重要 一定要认真看 长线多看Trix 五 心中不必有既优股与既差股之分 只有强装和弱装之分 股票也只有强势股和弱势股之分 六 均线交叉时 一般有一个技术回调 交叉向上回荡时买进 交叉向下回荡时买出 五日和十日线都向上 且五日在十日线上时买进 只要不破十日线就不买 这一般是在做指标技术修复 如果确认破了十日线 五日线掉头向下卖出 因为十日线对于做装的人来说很重要 这是他们的成本价 他们一般不是让股价跌破 但也有特强的装在洗盘时会跌破十线 可二十日线一般不会破 否则大事不好他无法收拾 七 锥掌杀跌有时用处很大 强者横强 弱者横弱 炒股时间概念很重要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八 大盘狂跌时最好选股 就把钱全部买成涨的第一或跌的最少的股票 九 高位连续三根长阴快跑 亏了也要跑 低位三根长阳买进 这是通常回升的开始 十 在涨势中不要轻视冷门股 这通常是一只大黑马 在涨势中也不要轻视问题股 这也可能是一只大黑马 但这种马不是胆大有笃性的人 心理素质不好的人不要骑 十一 设立止损位 这是许多人都不愿做的 但这是许多人亏的原因 一般把止损点设在跌10%的位置为好 跌破纸跌点要认输 不要自己用压他几个月当存款的话来骗自己 钱是自己的 感谢观看 至于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